大家好 今天的教程主要给大家分享几款免费的VPN 这几款VPN都不需要注册会员 流量没有限制 而且速度是非常快的 好,现在我去电脑上给大家演示一下吧 好,现在我们已经来到电脑上了 首先我给大家推荐第一款的VPN是这个叫做 AD GUARD VPN 这款VPN打开速度是非常困难的 而且它里面将近有20个节点左右 里面节点都是免费使用的 首先我们去 去打开这个谷歌的浏览器 在谷歌浏览器的应用中心我们去下载这个VPN 打开这个应用中心的地址是这个 然后打开这个网上应用商店 然后去搜索这个AD GUARD VPN 就是这款 我们把它添加到这个浏览器里 他已经在 在右上方 出来的图标 点击这个图标 那么直接点击这个谷歌 这个图标 直接通过谷歌账号连接进去就可以了 这款VPN我大概已经用了将近一年左右了 一直都特别好用 特别稳定 而且它不像以前 以前之前的VPN动不动给你来个谈个广告 这个VPN接近大概将近有20个 大家看一下 它有哪些地方 有加拿大的 有德国的 有英国伦敦的 这个是印度吧应该是吧 新加坡的 美国的 还有俄罗斯的 还有澳洲悉尼的 法国的 日本的 挺多的反正这节点 美国最多了 而且这些节点都是 都是可以免费使用的 那么点击下这个开启这个VPN 它现在就开启了 那我们去查一下这个IPD是多少 来我们去查一下这个IP地址 到现在澳大利亚这个 新南威尔斯周 来我们再 换个其他的节点看一下 换一个美国的吧 美国的西雅图吧 来我们再查一下这IP地址是不是变了 刷新一下 那它现在变到美国的西雅图这里了 它的切换是很快的 是特别流畅的 我们先去这个YouTube打开一个 4K的电影来看一下 看它速度怎么样 一样吗 马开到前面去 我觉得 应该免费的 看4K稍微有点压力 我觉得 它毕竟是免费的 还可以 我看一下 它没有缓冲 没有缓冲 我们看它的 详细信息吧 到现在将近有1万6 1万4左右 快打了2万了 我先学的是4K的 速度还是可以的 其实 没有卡断现象 接下来我给大家推荐第2款的VPN 它名字叫做AstarVPN 我们同样的也去那个 Google的这应用中心去下载它 我把这个 退出来 关掉新的 就是这款 添加到浏览器里 它已经成功添加到这个 谷歌的浏览器里 我们底下打开 它的节点好像相对要少一点 看一下 它现在已经连接成功了 找一个 离我就稍微紧 看它哪里比较紧的 它这也没有澳大利亚的 大家都没那么澳大利亚的 那我就随着美国得了吧 我们查一下地址 我们之前地址是148这个 我们刷新一下看它有没有变 它已经变成这个 18547节尾这个 在洛杉矶的了 我们看看它的 速度怎么样 我们也同样去打开这个 YouTube 查一个4K的 你打开4K 其实为什么我给大家推荐这个用谷歌的这个它应用中心的这个 微平的即下如果其这样的话相对比较安全点因为毕竟它在那个谷歌应用中心里的它不是一些乱七八的网站去下载的 然后看它同心 它的网数也可以达到17000左右 也可以 快进一下 可以的速度挺快的这个 它这个2万多了 它速度感觉更快呀 2万多这个 每秒 那就换个其他节点看看 我们换一个 日本的 刷新一下 选择4K 日本好像就有点慢了 我们 看看它的速度怎么样 目前是16000左右 还可以 就稍微比那个美国那个节点稍微一点慢 拖 快进一下 这个速度稍微一点慢 但是还可以 看4K是稍微一点压力 但是你要看1080的话肯定是没有任何压力的 看这个里面大概有几个节点 一个两个 三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九个 十个 它里面有10个节点 而且这个VPN也是一直都可以免费使用的 它也没有任何的限制 我已经用了好长时间了 其实这种VPN 对大家来说 一般时以来用云 备用比较好 因为毕竟 不知道哪天说哪个VPN是出问题的 来我们第3款 看一下第3款VPN是什么样的 第3位比较问VPN 问pn 应该叫问pn 对 我们同样去谷歌的应用东西去下载 这个插件 我先把之前这个推的推出来了 来添加 添加进去 它已经出来了 我们把这个占领了 把这个占领了 开启这个VPN 大家没发现这几款VPN都特别的简单 而且特别大方 开始它里面 它里面节点 我看免费节点只有几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只有六个免费节点 这个就稍微有点 稍微有点那个欠缺点 它里面只有六个免费节点 其他都在花钱的 不管它 我们随便选一个吧 选一个美国的吧 然后点击开启 开启它 它已经 我们刷新来看看 IP地址有没有变 它已经变了 117和211这个 这个在美国的哪里 它没说在哪里 反正是美国的 来 我们去刷新一下 看它速度怎么样 突然打开4K 这个速度好像有点慢呢 快进一会儿 快进一会儿 出来呀 这个就感觉有点欠缺了 我看一下1080吗 1080是没有问题 4K肯定是 太吃力点 看它速度怎么样 这速度就就垃圾了 这速度就6000左右 一万都上不了 但是对于平常正常上网的话 查点资料 上谷歌查点资料是没问题的 你要拿第3款这个免费的 VPN来看这个4K的话 肯定就有点压力了 然后通过这三款这三款这VPN的话 我最后推荐大家使用第1款 第2款第3款如果你可以当作备用来 但你要看电影看这4K的话 你还是选择第1款 这个什么 Adgar 还有这个 Astar 这两款 这个VPN还是不错的 第3款就当作备用吧 好这期节目 差不多就到这里了 有什么问题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 如果你对我的频道感兴趣 你可以点击订阅我的视频频道 下期节目我将会带大家如何安全有效的翻墙 我们下期再见